测测你是哪里人 再测就不准确哦 笑死人呐 他还能测试我是哪里人 那我就用实力告诉你 我是哪里人 哎 这难道就是贝塔版的 欧非鉴定吗 但是你好歹也给个铲子呀 不是这变的都是啥玩意儿啊 这开局的殭屍说强也不强 说弱也不弱啊 不是 反啊反啊 真是反了天啊 我已经变了四个植物了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来现在是第五个 如果再不来一个好植物的话 哎 这个还行 勉强还可以啊 我要他何用 啊 豌豆射手 糟了糟了 我不会开局的这几个僵尸都搞定不了吧 怎么办 这有个发芽也没用啊 哎 辣椒 还行 为我们解决了一个 但是我们最紧急的是山路啊 山路我甚至都不敢放植物了 因为喷火门僵尸伤害非常高 我不会崩在开局吧 兄弟们 糟了 还来萝卜保护啥 什么情况 哎 卡槽居然有魔术堂 还可以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爆炸坚果墙 吸到铁门僵尸的前面 这样呢 我们又可以顶一会儿啊 如果再不来好植物的话 我就真的凉了兄弟们 冰瓜 哎 毁灭窟 来得好 还得是你呀 患乱见真情啊 兄弟们 咱们开局的危机 总算是度过了 那么卡槽呢 至今为止我发现了三个植物 魔术堂 然后呢 魔方者 还有发芽 啊 一路还有巨人将生 说好的一路无巨人呢 总算是来了一个像样的植物了 大老花 我们变了这么久 这场上怎么就没几个植物呢 一路的巨人怎么办 来把土豆雷放到一路 还有这五王将生 如果不处理掉的话 他对我们二三四路的威胁非常的大 哎呦 还好 保护大老花 现在两朵大老花了 糟了糟了 这一路的巨人僵尸 咱们拿什么拿 没有输出植物呀 就一个土豆雷也炸不死啊 没有输出植物 打他的话 咱们用植物去栏 也没有意义 现在咱们能打到一路的输出 只有一个大嘴花 完了兄弟们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变身茄子也不能去挡 因为还变不出来就没了 没办法 现在都要输了 只能一直去挡了 巨人后面能不能来个樱桃啊 啊 完了完了兄弟们 我仿佛已经撤出了 我是哪里人了 我是非洲的呀 关键时刻 嘴哥站出来了 还得是嘴哥呀 不枉我这样的一声嘴哥 哇 这个毁灭菇 大老花的极限求生 大老花差一点点就被吃掉了 坚持住宿了嘛 下面的旗子快满了 不过按照惯例 最后一波肯定会刷新墓碑的 就目前咱们厂商的植物来说 过关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哎 又来毁灭菇 安息吧 巨人 咱们五 无线的植物呀 就一个卷心菜和海蘑菇 不行 这肯定不行 咱们得多防御一下 第五路 最后一波了 兄弟们 生死 就看这一波了 五王将是率先发起中风 糟了 怎么召唤了两个红眼巨人僵尸 哎 五路的大爷怎么回事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呀 辣椒 辣椒咱们直接站后面 哎呀 舒服了 舒服了 这个辣椒是大老花给的 这一次啊 大老花也站出来了 乱世出阴劫 大丈夫就是要有所作为 现在就剩这么几个巨人啊 最棘手的呢 就是一二路的巨人 不过一二路咱们有冰瓜 可以拖一拖 三路和四路的白眼 倒是不用考虑 这一次杨桃也站出来了 兄弟们 既然杨桃站出来了 那咱们就乘胜追击 直接把杨桃放到巨人的后面 让他再威风一次 直接拿下 现在你该知道我是哪里人了吧 大花吧 你让他一世 他能想 我每天都要杨桃站起来 我要杨桃站起来